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6月14日 星期二 烏克蘭東部勞金斯克州的州長哈大 他在今天表示北部的頓列茨克市 全部三座橋都已經遭到摧毀 根據印度新聞網站The Print 指俄羅斯軍隊摧毀連接北部頓列茨克 和利西昌斯克的第三座橋樑 從而切斷了疏散的路線 這裏也是連接兩個市最後的一道橋樑 哈大就說現在已經不可能運送物資和疏散平民 留在市內的居民被迫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生存 講回香港這邊 其實我們的疫情在這幾個星期好像都開始有變化 很多指標都有上升的情況 今天久違了的食衛局局長陳兆史 食環處處長楊碧君 衛生處處長林文健 衛生處防護中心的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聲和醫管局行政總經理李立業 會舉行一個久違了的記者會 交代疫情的最新發展 簡單講講 今天本港有752宗的確診個案 在學校方面 接獲了134宗的情報 涉及了112間學校 包括103個學生和31名職員 好不幸運 甚至連我女兒的學校也有一個確診個案 還要同級 過去7天 一共有45間學校有2宗以上的個案 今天有5間學校已經出現爆發 涉事頒別又停課 重點是講講酒吧的情況 陳兆史說有很多酒吧酒館有違規的情況 不理想 需要實施檢查快測結果以察保護社會 至於未來會不會擴大這個政策 他就說強調會以風險為本作決定 但是很多學校、軟石機構都要快測 強調有關措施 就是有效保護別人 保護自己 鼓勵市民多點做快測 因為他就剛剛宣佈了一個措施 就是說如果你要去酒吧的顧客 就要出示這個陰性的快測證明 才可以進去這個酒吧 那張照片要顯示到有個顧客的名字 陰性檢測棒和檢測日期等等 他提到目前有關類似的規定 已經適用在員工方面 酒吧方面檢查快測結果 也不是一件新鮮的事 那些人問他 那你怎樣核實那張照片的真實 他說 他表示 執法人員會根據當時的情況去考量 如果處所負責人能夠做了一切可以做的措施 都不需要過份憂慮 雖然提供快測才准入場 其實這個成效大不大 我又不敢說 但是 對於酒吧業來說 都總好過要他停業的 接著再說說香港著名的旅遊地標 珍寶海鮮房 這也是最近比較多人說的話題 自從兩年幾三年前 他已經停業了 公司上個月底都說 會將珍寶海鮮房移來香港 今天 11點開始正式被拖走了 至於早前 而因為入水傾側的廚房 就不會拖走 公司在下午2點回覆 就說 珍寶海鮮房現在就處於這個南鴉海峽 正等待另一隻大船就將它拖走 拖走的行動 其實由兩架拖船和幾架護航負責 海市署的船隻也有到場協助 只是見到珍寶海鮮房在拖船拖動下 就慢慢地走 向避風塘出口航行 直到中午12點左右 已經拖出了香港仔的避風塘 就向南亞島方面的進發 離開了香港 就會去東南亞 但這個具體停泊的位置 發言人說 為免公眾消息 會吸引廣泛的傳媒報導 和引起輿論的關注 導致當地的船奧 在維修過程和正常業務 會受到外界干預 所以拒絕向外透露停泊的位置 其實這個香港仔飲食集團 上個月都說過 過去一年集團和十幾間企業和機構都商討過 無償捐贈珍寶海鮮房 但各方面都表示經營成本高昂 所以都未能夠成事 最後都是沒有白帽市的出現 即使珍寶海鮮房停業之後 所以不能夠跟海鮮房 完成三年一次的大型檢查和維修 所以就決定將它移離香港 減低成本 但是都會繼續為這個項目 找找找新的出路 另一宗本地的 這陣子在網上都輕輕輕一些不同的討論 就是少女同黨掌掘21巴這個欺凌事件 消息說原來齒作俑姐是一名自稱有黑幫背景的15歲大家姐 懷疑12歲的女事主言語之間得罪了對方 上個星期六就被大家姐 斗檔帶到全灣一棟堂樓的天台掌掘教訓 警方今天下午表示已經拘捕了5個女孩 涉嫌襲擊造致實際身體傷害的罪名 被捕者介乎12至19歲 警方表示被掌掘的受害人 其實今年1月在網上認識了5個私集者 期間因為網上言語有爭論而結怨 6月11日 女受害人被帶到全灣一棟堂樓 跟她誤過理論 期間5個女童大約打了受害人30下左右 第二日女童的爸爸報案 警方在13至14日採取行動 在全灣黃大仙和上水拘捕了5人 他們全部都是學生 全部都是網上認識 沒有黑社會背景 目前仍然被溝流調查 有消息說被人欺凌12歲的女童 其實她的父母都是內地人 她是在香港出生的俗稱雙非兒堂 早前在內地居住的時候 曾經被人說她經常在網上留言挑釁人 懷疑得罪了這個以大家姐自稱的15歲少女 而且趁這位12歲的受害人回香港的時候就進行報復了 消息更加說 片段中最先動手的黑衣短裙的少女就是大家姐 她曾經自稱是全灣 即吹噓她是活躍的全灣區黑幫成員 又聲稱大佬是江湖猛人 而且在網上吹噓她自己曾經入過警署 覺得自己很有型 平日看她不順眼或激怒她的少女 她都會叫人出來對質 道歉 還要拍片 否則就會抖擋欺凌她 甚至襲擊對方 案中的女童 即是那個受害人 前日傍晚在爸爸的陪同底下去到元朗警署報案 據了解 由於雙方都是認識的 所以很簡單 警方就已經很容易掌握了五個涉案女仔的身份 而且試圖跟她們聯絡 但是懷疑她們不知道是否因為知道自己闖禍了 大禍了 事後都沒有回家也沒有上學 好 先說一下那個天台 她被人掌握了21巴的影片 近日在網上流傳 引起網民的熱議 憑記憶中 現場的情況 應該是三波方 荃灣三波方聯人街20號的天台 即唐樓的天台 有住客說 那裡經常有學生吸煙打架甚至吸毒 現場所見 天台的牆壁寫著警告字句 寫著請問吸煙吸毒 而且要求非住客人士離開那裡的字句 根據住戶黃先生透露 由幾年前開始 時不時有些男女學生去天台玩 偶然有些學生在吵架 打架 但都是濕濕碎碎的事情 另一位住客周先生說 上星期六她親眼目睹 大約有10個少男少女去天台 相信可能是去天台玩的 不知道與這個欺凌事件有沒有關係 但因為沒辦法跟隨 所以還未能確定 她還說 之前過往經常有些學生去天台消磨時間 吸煙吸毒 去年曾經有些中學的訓導老師 就去到這個天台捉學生吃煙 她還說 近年這座大廈的單位 就被人用了做賭檔 不少住客都對這個治安感到非常憂心 最後想說一下電動車 好嗎 氣車大勢所趨 都是陸續轉用這個新能源的車輛 不過電動車引發的火災也引來關注 日前 中國珠海發生了一宗電動車自然的意外 即是自己燃燒的意外 一輛停在銀夏廣場的比亞迪電動車 突然間沒有煙起火 大火迅速蔓延 雖然消防員把火勢撲滅 但是呢 這輛車都燒到Total Loss 根據內地傳媒的報道 意外發生於6月12日 在網路上見到這個汽車自己燃燒的影片 那一輛給亞迪就沒有煙起火 火勢就越來越大 將整輛車都被大火吞小了 期間還傳出爆炸聲 事主表示 那輛車其實是由2020年6月的時候 在正規的渠道購買 保養還在4S店的保養當中 當天7點多去到這個充電站 充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回來之後 就9點左右 停在家裡的樓下 11點左右 保安就突然敲門告訴他 他的車在樓下沒有煙起火 期間保安都報了警 而且用滅火筒嘗試去撲救 火勢初步得到控制 但是車內就火勢猛烈 所以要等到消防車到了才可以完全撲滅 哇 2020年到現在其實車都還很新 除了珠海之外 6月11日 廣東也有兩輛新能源的車 在充電過程中自己燒著了 當充電站的工作人員 立即採取截斷電源的措施 而且致電報警 消防員到場日之後 就將周邊的群眾都疏散了 而且設立現場警戒 防止電池再次爆炸和傷及群眾 同時鋪設水槍對著燃燒了的電池 車身進行冷卻降溫處理 經過反覆冷卻和降溫之後 在排除隱患的檢查之後 車上的大火都已經幾乎撲息了 最後其中一輛小一點的那輛 可能有大一點有小一點 因為兩輛 那輛小一點的那輛 燒到只剩一堆廢鐵 幸好這個事故最後沒有引起傷亡 報導還說 6月6日 在廣東佛山有一個隧道口出處 又有一輛新能源汽車自己也是著火 現場火勢猛烈龍煙滾滾 之後又是消防員到達 將火灸熄 其實近這幾年電動車的安全 都是引起很多廣泛的討論 其實這也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 雖然香港就真的比較少 這個比亞迪的電動車 是不是遲些好像有巴士 好像是內地製造 是不是比亞迪呢 我都不太清楚 要看一下才知道 要再檢查一下 但其實就說單單這個6月 6月都沒有過 不是應該是說一半 即是剛剛過了一半都沒有夠 6月就有這麼多單在內地發生 那其實真的比亞迪似乎就要 努力一點再研究一下 好啦 今天的新聞就到這裡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